做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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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关注不吃吧 做菜拿得下 又到吃饭时间了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 锅仔臭桂鱼 这个菜是一个粉丝的 要求 这里有个臭桂鱼 是一个包装货 是这个 羊拿子 一个树冻的 切一两 不大 然后是一个羊葱丝 下面垫底的 和一个 紫苏丝 然后准备了一点姜葱 和一个小米椒 还有点葱花 下面来把 需要切配的食材把它切一下 蒜也把它切成末 小米椒也把它切成末 小米椒也把它切成末 小米椒可以了啊 然后这个洋葱 切成丝 然后把这个鲑鱼 身上打几个医治花刀 这个臭鲑鱼 还是 这是一个 半成品 腌好的 像如果 大家如果想要自己腌的话 我们就放点 盐 放一点这个 王志和的一个臭豆腐去腌 臭粿油 大概腌制的话就是这样 今天这道菜的食材都已经准备好了 下面进入正题啊 开稿 锅上宽油 这个鲑鱼 这个鲑鱼 这个鲑鱼就直接把它 切肉分炸了 把油温烧至五层 把这个鲑鱼鱼 把这个鲑鱼鱼 把水分打开 下个鲑鱼 可以了 可以了 如果把 chip acontece 民营养 小火炒出香味 然后放入小米哥哥 再来少许的这个辣妹子 让这个烧出来这个颜色更红亮一点 然后来一点这个香薄辣椒 一个永风辣椒 这个辣妹的比方这个豆瓣酱要好多 这个辣妹子的颜色要红亮一点 然后放入高汤 再来从外面拿来半勺盐 一勺外面一勺鸡丁 然后一点点醉油 一点点红烧酱油 一点点蚝油 然后把锅里放入去烧 我们不停地把这个汁往这个鱼上来浇 估计是为了那块鱼 这两个入味 你看现在这个鱼已经 这个汁已经很浓了 鱼如果烧得到位的话 不用勾芡才那个汁自然会浓 可以了 用点米油就可以了 然后撒入这个葱花点缀一下 好 这是今天这道锅仔臭鲑鱼 是一个粉丝的一个要求 今天就立马就给它安排上了 所以说 期望 这位粉丝能够第一时间能够看到 能够 也能够看到视频之后 能够学会 前面我来替大家 尝一下这个鱼 这个鱼 是完全入味了 它没做之前就已经有原味了 所以说 入味这方面是不用担心的 关键是看到一个鱼的一个口感 这个鱼的话 它的肉吃出来 它就是一半一半的 跟我们的蒜一样 成蒜半的 味道香了 刚刚没入油锅炸之前 闻起来就跟我们的臭豆腐一样 有点臭味 但是这样烧出来之后 它就很香了 好 大家如果喜欢香菜 它做不吃它做菜视频的话 可以关注它 或者在屏幕下方 多多留言和评论 如果还有不懂的 可以实信的问我 我会毫无保留 以及有耐心的跟大家讲解 今天的视频也拍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